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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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这个 这个是昂谷柜的模具 然后就把它剪成大概的打起来 现在剪好的这些 就往上面抹一些油 油就是为了让那个 柜放上去的时候 等下你吃就不会黏住 然后现在叶子已经准备好了 还有它的馅料是这个 滑生的 还有椰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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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现在我们做它外面那个皮 然后就要用这个 金瓜 这个金瓜是拿去蒸过 这个金瓜是拿去蒸过 然后就要弄粘了 现在要加糯米粉 再加一点糖 还有椰渣 还有椰渣 这个是错误的 它是 我们的晚餐 然后再加一点水 水 水 水来 然后这边呢 你就可以感到手不错 一定要洗手 我的是自己吃的 所以不要走 然后再加一点油 冷整炒面粉 帅啊 冷冷最帅的 好吗 然后呢再软面加一点油 加油 神经 然后呢 就弄成一颗一颗这样圆圆的 然后把它弄平 然后包点馅料 然后包成一颗 然后包好了 就搓到圆圆一颗 抽回去 轻轻的揉 轻轻的揉 不要太大力 然后呢 这个模具 上面放一点面粉 记得要把面粉敲回出来 然后同样这一颗 给抹上一点点 就让它不要黏在这个模具上面 把它均匀按在这个模具上面 这样 然后敲一下 哦 漂亮的昂菇柜就出来了 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 擦了油的香蕉叶上面 它就吃饭了 它就没量了 乱七八糟 撞到好累 我们看一下成果吧 叹叹 是不是很漂亮 非常漂亮 这个是漂亮的 再给你们看这个 哈哈 这两个是失败了 它的盖已经开启了 可以开启了 可以开启了 我给你看 叹叹 然后等一下呢 可以拿去蒸 现在放下去蒸 等一下看一下成果 这个是第一轮蒸出来的 有一点过火了 都塌下去 现在第二轮好了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就很漂亮 这个就很漂亮 做好了 现在我来试吃一下 自己做 哇好吃哦 我来试吃了 今天 在家做昂竹粿 成功 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按赞分享 我们下期见 拜拜 哦对了 顺便提一下 不要问我怎样做昂竹粿 下面有链接 你要看 自己下去看 拜拜 吃